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 凤凰全球连线 我常书 俄乌冲突进入到 最关键的危险期 俄罗斯 乌克兰都在调兵遣将 将主力集结到乌东 大战一触即发 华尔街的日报说 在为期六周的第一阶段 冲突不同 乌克兰接下来将会在 平坦的地形上 进行坦克与大炮的常规战斗 俄罗斯能利用其军事装备的优势 如果拿下乌东 俄罗斯将能直接打通 俄罗斯西部 顿巴斯 到克里米亚半岛这条线 分割一半的乌克兰 然而如果无法突破乌克兰的防御 俄罗斯这场战斗将会长期化 有分析称 这场决定俄乌命运的战斗 将是21世纪规模最大的战斗 乌东大战前夕 俄罗斯导弹巡洋舰 莫斯科号13号发生了爆炸 损毁严重 乌克兰表示是使用反舰导弹 成功重创俄罗斯军舰 然而遭到了俄罗斯的否认 顿巴斯决战在即 到底胜负前景如何观察 好 今晚上凤凰卫视全球连线 利沃夫现场有特派记者杨海英 北京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一维 上海现场有上海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潘大卫 三方连线解读 关键决战 英语密布 刘四号的追踪报道 俄乌战局已持续接近两个月 双方的争夺重点又再转向 乌东顿巴斯地区 特别是在南部港口城市 马里乌布尔 俄方13号发布的战报表示 俄军已经攻下了当地的 亚素钢铁厂工业区和亚素港 并有超过一千多名乌军官兵投降 而当地的乌方市长早前声称 俄军动用了化学武器 但没有交代具体情况 俄方则反驳称 俄罗斯2017年已经销毁了 所有化学武器 只乌方的指控是谎言 同时俄方还表示 如果乌军继续企图攻击俄领土的话 俄军必将攻击基辅 俄乌的拉锯战似乎即将进入第二阶段之际 双方在其他军事层面上出人意料的事情也在继续增加 有多名乌克兰官员声称 乌军在敖德萨利用海王星反舰导弹 击中了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 并造成了严重损伤 但俄国防部则称 莫斯科号是因火灾引发弹药训报遭到重创 正调查大火发生的原因 舰上船员也已全部撤离 俄乌战火不停 西方拱火也不停 美国13号宣布新一轮队伍总值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同时美方也正考虑派内阁高级官员访问乌克兰 而欧盟方面除了同样追加队伍军员外 欧洲多国领导人近期也趁着俄军当前 减少在基辅附近地区行动的机会 立即接力式访问当地 波罗的海三国与波兰的总统 13号访问基辅市交的波罗江卡 并共同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另一方面 欧洲对俄施压也同样没停 连之前一直号称中立的国家 此刻也似乎不在中立 芬兰和瑞典13号各自就是否加入北约 启动了相关内部讨论 对此 俄方14号警告称 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那么俄方将在区域内加强国防力量 包括部署和武器 也将有更多正式登记的敌人 同时欧美及其盟友持续对俄施压制裁 似乎也没有达到令俄方屈服的效果 在俄方接连对西方多国进行包括 驱逐外交人员和反制裁手段外 西方内部对制裁的必要性分歧 至今都没有停息 而且越来越千篇一律的制裁 也以反过来对欧洲的能源和供应链等 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俄乌在敦巴斯的争夺 会否成为最终决战 西方对俄制裁是否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俄对乌军事行动最终将令欧洲走向何方 点火容易灭火难 好 我们来说说 现在俄罗斯尼已经把主力部队 从基辅外围撤出 集中到乌东地区 而乌克兰也在调兵遣将 双方在乌东地区的决战 这场大战将一触即发 好 今天马上连线各方嘉宾记者 为你做深入的分析 首先连线的是特派利沃夫现场 采访的记者杨海英 海英 我们看到这个大战要一触即发 我看到西方的最新情报评估说 这场战争的爆发日期 可能在12号到19号这个窗口 那面对大战即将到来 你在当地掌握到民众的情绪怎么样 利沃夫这个城市对于这场战争 它的角色是怎样的 卢臣你好 那个利沃夫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因为前方战是紧的话 后方就是紧吃 利沃夫是作为一个 是靠近波兰边境最为接近的 一个乌克兰城市 我们直线距离到那个公路距离 显眼就105公里左右 所以说这个整个补给线 就是从波兰方向进入利沃夫 作为中转战 然后散发到这个整个乌克兰全国 所以说利沃夫呢 我可以这么说吧 利沃夫的民众啊 似乎对这个前方的大战 好像现场是没有什么感觉 今天因为是复活节 大家在广场上 我后面就是广场及时会议 广场上载歌载舞 大家都很开心 当然了 这个利沃夫呢 有很多的难民都居住在利沃夫 是等待战事的结束 所以说今天我们下午参加了 这个利沃夫市政议会的一个 一个关于补给运输线的一个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当中 他们是人道救援 大概是每天 总共大概有3400吨的物资 将从波兰方向进入这个利沃夫 然后到全国各地 那么如果说这场战争 持续下去的话 利沃夫的攻击点将是会很激烈的 因为我们早先也 也收到了消息 俄军已经指出 如果说战争僵持不下的话 对利沃夫 对所有的补给线 都将会进行打击 那么这个补给线 这里面分两个补给线 一个是军用补给线 一个是人道主义补给线 那么人道主义补给线 实际上是利沃夫是一个中心点 但我们确实不知道 军事补给线 是不是在利沃夫附近 但是从我们地理上来看 利沃夫也应该说是一个 比较关键的一个口 那么所以我们也问了 这个人道仓库的负责人 他们也是非常担心 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的 这个补给线会受到攻击 如果一旦开战的话 我想所有的补给线都不会安全 尤其是利沃夫方向 所以说还有一些民众 准备一些化学服装 就化服 防化服 因为听说可能会有小型的 战术性的化学武器的攻击 对补给线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也是在持续地观察这些问题 好 确实 这个补给线不仅可以运送 人道借用物资在战时状态 也可以用来运送军事物资 所以非常有可能会成为 俄军的一个打击目标 好 这对这个城市 还有这些民众来说 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好 怎么看这场战斗的 这个前景立刻在北京现场 为您请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王义为 我们看到俄罗斯现在 是集中所有的优势兵力都到乌东 然后一定要拿下乌东 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俄罗斯对这场战斗如此的看重 以及俄罗斯在乌东这场战斗 它的最终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你对这场战争的前景怎么看 好 2014年的时候 克里米亚战争 已经预示着 俄罗斯的战略目的 首先要确保它的黑海舰队总部的安全 所以当时黑海舰队 它是从乌克兰内租过来的 一年两亿美元 那么美国策动了乌克兰搞颜色革命 所以他们准备要把俄罗斯的 黑海舰队总部给它清除掉 所以当时就拿下了克里米亚 当时没有趁身追击 把整个乌克兰或者东乌地区拿下 主要原因当时普京可能觉得美国 并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 那么现在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 它可能有这样一个战略机遇了 所以实际上它的战略目标 一开始它也说得很清楚 发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不是拿下整个乌克兰 而是确保乌克兰要去纳粹化 尤其是要确保东乌克兰地区 邓巴斯克 格兰斯克两个共和国 这是俄罗斯人占多数的 他们的船艺得到维护 因为他们受到了所谓的 就是乌克兰方面的种族的灭绝 实际上他们是 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战略众生 所以要维护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安全 确保它的出海口 大家知道俄土战争时事里边 就确保它的通向波罗斯 波罗斯海峡进入地中海 进入了中东地区 一个重要的战略上一个出海口 所以它这次战略目的很清楚 它要确保乌东地区 俄罗斯族占多数的 它要回到俄罗斯的怀抱 当时是列宁把这个顿巴斯地区 从俄罗斯转到了乌克兰的 所以普京公开说 列宁是一个革命家 不是一个政治家 这个民族自觉 酿成了苦国 这越来越暴露出了 就是这次特别军事行动 它俄罗斯想要达到一些目标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目标 他要预示到这一点 他终于要回到俄罗斯的怀抱 好 这个马上在上海现场 英文请出的是上海社科院 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潘大卫 潘主任刚刚我们也听到了 就是对俄罗斯来说 它现在的这个军事战略目标 已经从整个乌克兰收缩到 要拿下乌东 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战略目标 是在跟乌克兰作战 变相来说它是跟整个北约在作战 乌克兰的背后全是北约 美国的武器装备的支持 所以你怎么看 俄罗斯这场战争 它的风险是什么 打得赢那可能是一场神圣战 如果打不赢 俄罗斯怎么办 主持人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俄罗斯军队 它已经做了一些战略和战事上的调整 把主攻方向锁定在 鄧巴斯 乌克兰的东部地区 对这场战争的前景应该怎么看 我想第一个 因为这场战争 它们还是紧紧围绕着 它们在开始特殊军事行动 这时候所锁定的这个目标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们要看 普京对这场战争 他最初他有他的算计 首先普京 我们看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普京他是个人 他是一个说话 他是说一 说一 说二 他是说话算数的一个人 而且普京是一个善于布局的一个人 他不仅是一个战术上 他是一个能手 而且在战略上面 他也是一个能手 在几次的总统大选中间 在历次的一些在国际问题的应对中间 都表现出他是个善于布局的一个高手 因此在这一次战争一开始 普京他把他自己的政治生命 和甚至是俄罗斯的国家的命运 都堵在这个战争上面 因此他对这场战争 他是要用必读的这样子一个决心的 那么现在他把这个战术调整以后 我认为普京他还保持了最后的理智 还是围绕着他的特殊军事行动 他说我不是要占领乌克兰 我无非是要实现几个目标 就刚才王老师所说的几个目标 因此他这一次他还是保持了他的最后的理智 如果这次战争在乌冬战争上面 普京能够得手的话 第一个他能够摆脱掉美国对他的种种算计 因为美国现在就想在乌克兰方向把他托死 成为一种交错状态 不让他脱身 如果在乌冬战争他能够得手的话 他就能够很快地能够摆脱掉这样子一种被动的 交错的状态 使他的特殊军事行动有所载活 而且马上就要迎来5月9号 是一个对俄罗斯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级 因此他在这个时候也有可能 有可能他就宣布特殊军事行动 他要受兵了 这样子的话 他对俄罗斯的国内的民众 对俄罗斯国内的这种各派政治势力 他都有所交代 尽管这次特殊军事行动以后 他遭到美国为属西方国家的制裁 虽然在经济上面受到了一些重创 但是他如果这一次在乌冬地区能够得手的话 他还是能够不至于引起国内的社会经济的急剧的动荡 普京他还是能够有所斩活以后 能够使他的政权能够继续 至少能够延续到2014年 这是我们的看法 所以普京已经把自己的政治生命 和俄罗斯的国运堵在这场战争里面了 所以难怪很多人说 对普京来说这场战争是输不得的 然后美国真的乐见吗 然后因为主任你怎么看 美国因为乌克兰背后全是美国的支持 美国对即将爆发的这个乌冬大战 有怎样的一个想法和行动 美国很清楚 他一直说要把普京弄下台 他把普京说成是战犯 拜登在访问波兰的时候已经说出来了 甚至现在还给他案了一个新的罪 叫反人类罪 包括布查事件也好 或者这次传说他要使用所谓的生化武器 或者逼着俄罗斯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 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 然后来谴责俄罗斯 同时也给那些没有制裁俄罗斯的国家施加压力 说你是反人类罪的这个罪犯的帮凶 这就是他搞一套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这种叙事 以此重组全球的供应链产链 然后确保他的这个美国重新来主导这个全球化的进程 好的 我们再看到这个乌冬大战爆发之前 对俄罗斯来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就是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发生了火灾 结果导致弹药储存被引爆 这艘舰艇是严重受损 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就指出 船员已经完全撤离这个火灾的原因正在确定当中 而俄军正尝试将莫斯科号拖到港口维修 但乌方这次主动表示是乌军所为 我们来看 莫斯科号是一艘船林较高的巡洋舰 在1979年起服役 配备16枚玄武岩反舰导弹 和多种防空导弹 鱼雷和火炮 也是黑海舰队最强大的军舰 自今年2月以来一直在乌克兰沿海展开行动 在完成维修和升级之后 莫斯科号原本将在黑海舰队战斗编役内 再服役几十年 好 我想继续请教的是王主任 现在西方媒体已经将俄罗斯 这艘黑海舰队的旗舰发生火灾 是大肆的宣传 表示这是乌军反舰弹道导弹的 一个重大的胜利 对俄军士气的一个重大挫折 你怎么看在乌东大战爆发之前 发生这样的事故 对俄罗斯的一个整体的影响 的确这次俄乌的冲突是一个超限战 它可以说是心理战 信息战 宣传外交 金融战 不光是一个战场上的这个 所以在大战来之前 各种虚假的信息也好 各种攻心术纷纷上演 所以这个信息不知道谁真谁假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就是就算是俄罗斯所说的 它是由于炸药爆炸导致了 但是这种打仗 怎么会导致这种炸药的爆炸呢 那么它的这些 俄罗斯这次的特别军事行动 还是暴露不少的 俄罗斯军事上的一些短板和弱点 就是它不像之前所宣扬的这么强大 这也是美国刻意所塑造的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瑞典也好 芬兰也好 才敢加入北约 如果它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打得很顺利 打下了威风 我看其他国家也就 可以说也就趴下来也好 或者最起码它就不敢造势了吧 所以这个事我觉得 让俄罗斯也是值得很反思的这样一个地方 好 这个潘主任您是否同意 就是这个事情暴露了俄罗斯 比如说海军的很多弱点 以及对俄罗斯整体的军队的士气 是非常大的打击 你怎么看 我是这样子看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怎么会发生的 那么尽管俄罗斯的官方媒体 它没有说 它只是说是由于火药库爆炸引起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确实是乌克兰所为 因为从爆炸点到奥德赛 这个乌军所控制的导弹阵地只有150公里 而且在这段地区 事前乌克兰是反复进行过多次的导弹的冶炼 而且现在从透露消息来看 即使是乌克兰所做的话 也不是乌克兰一家所做 实际上这件事情肯定有美国的信息 甚至于它这种军事的一些侦察行为的一些介入 才能够实施这次爆炸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看到 在这个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 因为在黑海的海面漂浮了大量的水雷 而且也不排除这一次莫斯科号巡洋舰 是由于天体过于老旧而引起的技术故障 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实现 那么如果这次爆炸 那么今后会有多大的影响 是不是像美国媒体所讲的这么大的影响 实际上像这样子一种级别的军舰 在苏联一共有三艘 一艘是莫斯科号 还有两艘 一艘是瓦梁格号 还有一艘是乌斯基诺夫元帅号 那么这几艘军舰中间 乌斯基诺夫元帅号是得到彻底改装的 而莫斯科号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装 而且莫斯科号它是比较老旧的 已经比较老旧了 那么对这样子一台老旧的军舰 那么如果受到攻击以后 也不至于对俄罗斯的整个的赫海军队 或对整个俄罗斯的军队造成一种 伤筋动国的这样子一种影响 所以俄罗斯的军方 他很巧妙的 人家就问到西方说这样子 你认为怎么样 俄罗斯的军方就说 如果你相信乌克兰媒体所说的话 那么整个俄罗斯的海军 现在都已经沉到海底去了 他就是这么回应的 那么实际上美俄罗斯在最近 它在推进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间 它已经有一批新能现代化的一些军舰 已经立装了 比如说装备有最新式的 号式导弹的核潜艇 它已经立装了 这些东西才是美国的一些 才是对付美国的一些力气 莫斯科号它并不是一些 对俄罗斯来说 看上去当然是很好看 所以美国正在发动一场舆论战 就是说其实对战争现场来说 炸成一个军舰 或者是军舰本身爆炸 可能是兵家常见之时 但美国将此宣扬为 是对俄罗斯整体海军军事实力的 一个重打重挫 好 去一下广告 下集回来我们继续聊 一会儿见 好 俄乌冲突造成的地缘政治的 外印效应还在不断地蔓延 现在瑞典和芬兰表示 要正式考虑加入北约 可能在几周之内就要做出决定 马上6月份北约就要开峰会了 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 来 王一位主任 我想请教的是 俄罗斯发动这场特别军事行动 就是因为北约东扩而起 但结果我们看到是这样的结局 吸引了更多的国家加入北约 如果瑞典和芬兰真的加入北约 会有怎样的后果 的确 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第一 欧盟27个成人国里边 21个是北约成人国 5个是中立国家 就瑞典 芬兰都是 还有一个塞姆路斯 他没有资格做中立国家 因为他北边被土耳其占领 那么欧洲的一体化 说防务和军事一体化 那么现在都变成了北约的扩大化 那么所谓的欧洲的战略自主 这些都是空中楼阁了 很大程度上 再加上法国还有什么勒庞 什么要挑战马克龙 什么这些所以造成了很大的一些疑虑 第二个 俄罗斯本来跟这个北约之间 有些战略缓冲 中立国家就是很重要的 尤其这个芬兰 它跟这个俄罗斯 有1200多公里的这个边界 这样的话让俄罗斯周边 全部是北约国家所包围 那么将来会更加的不稳定 所以现在俄罗斯已经威胁 如果他们真要加入北约的话 那么他在波罗的海部署 更多的核力量 所谓的核潜艇也好 或者战术核武器 这个实际上欧洲的安全 更加不稳定 所以我们讲了这个北约 他应该学易经 抗农有毁 要是可而止 不能这样的 不断地再往前推进 最好上了美国的军工 复合集体的一个档 潘主任您怎么看呢 其实对俄罗斯来说 你看本来发动这场军事行动 是因为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现在乌克兰确实不加入北约 它吸引了更多的国家加入北约 从这个结果来看 您觉得俄罗斯值吗 发动这场战争 我认为这个俄罗斯 这个跟俄罗斯发动 不发动这场战争 我认为关联不大 因为据很多材料 里面反映出来 美国实际上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它负责政治的一个副国心 叫做纽兰 他就公开的就是说 在我工作的五个行政部门 都在讨论芬兰和瑞典 如果他们想讨论关于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话 那么我们会做这件事情的 而且在不久以前的 在一次波罗斯尔的这个峰会上面 北约峰会上面 在美国的推动下面 一些不是北约成员国的 包括芬兰 包括瑞典 甚至包括乌克兰 这些国家 南韩 热粉 全部都参加了 因此我认为这个东西 跟特别军事行动 跟乌克兰打不打 问题有影响 但是不是很直接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对俄罗斯来讲 在历史上面 他就要解决 对这个出海口的问题 好的 因此在历史上面 这个比这一次 他当时打 他就是打瑞典 所以我们如果到俄罗斯去看 他原来的圣毕特堡 有大量的历史遗迹 都是宣扬 他在北方海战中间的 胜利的这些结果 如果一旦成为这样子的话 那么他这个不仅是 边境性扩大了一倍 而且美国就可能把这个导弹 好 这个时间的关系 今天马上节目要结束了 这个话题如果展开来 还可以说很久 但简而言之就是说 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 会将整个欧洲的安全 会陷入更大的动荡当中 好 非常谢谢跟王嘉宾和记者 做了深入分析的讨论 谢谢收看 再会 中文件 criterion 您的乐品 一路 鳥 конечно 愛言 要咧 我 很棒 你 by bwd6